我還是一個很溫暖 然後很貼心的紅隊領隊 對 我跟你講這節目他已經學壞了 對 就是形象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小潔透過第一季之後 他作為一個領隊跟教練的那個 我覺得是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強勢 我覺得他未來 我相信這個角色會扮演得更好 超夯的全明星運動會 日前舉辦第二季開播記者會 身為雙魚座的紅隊領隊江洪杰 開心分享第一代紅隊 幫他慶生的感想 那一天是第一代的紅隊來幫我慶生 然後我覺得M-way已經結束了 然後過了兩三個月 然後第一代的那些人 還是把我放在他們心中 讓我真的就是很感動 對啊 很遺憾老婆沒辦法幫我慶生 我覺得 應該是說 每個人就是 我現在的責任就是把帶隊帶好 對啊 那慶生這部分 當然是有空的時候在一起做就好了 不會當下說很遺憾 談到慶生不免被記者問到 與福怨愛的混變風波 對於傳言江洪杰大方回應 也沒有很困擾 就是 我們知道的事情就好了 對啊 就不會去想太多 我覺得現階段 還是以大家的工作為主 各自方向真的是很努力的話 我覺得就是像我們當球員一樣 對啊 就是各自方向努力 那就變成我們共同的一個目標 小孩以後 也要面臨要獨幼之圓的問題 那我們可能就是在討論說 哪邊的學習跟環境 會比較適合他們在做決定這樣 小孩以後聽說你在節目裡面的畫變得很困擾 誰春哥喔 他只幹大的 沒有我一直以來畫都很多啊 只是就是之前輪不到我家 沒有啦沒有啦 開玩笑 我在我們本來的20 我比較就是 偷懶 對啊 你是偷懶就沒辦法偷懶嗎 OK 對啊 因為你每一項運動 因為我們都一定要就是 竭盡所能 就是全力與不去 對啊 那你看 每個人都會逼我講話 那就沒辦法啦 就逼你講 對啊 然後誰知道就是我畫原來真的 春哥超好笑的 我們還是會以專業的評估 然後評估他們運動的表現 那因為 說真的項目不是只有一個項目 所以是 我們會綜合每一個人的標準 然後把每一個人的強項 拉到我們這個隊來 就是比較綜合一點 不會說你單項搶 一項而已 搶人過程中 呃 火藥味道是沒有 但是有傻眼的時候 對 就是 他怎麼把我這個人選走了 之類的 對 那你們可想的 這是誰囉